朋友们好 这几天配队 配队就这样 打架 有的都打得不可开交 这几天算是消停多了 这一队 是打得最严重的 也都老实了 有之前我们早配队的呢 今天要把这个窝给他放进去 有的都采配好几天了 防止他们铲蛋 铲到外面来 有的朋友说铲蛋没那么快的啊 因为鸽子都是担久了 害怕他忘得太狠 放个窝过去让他们熟悉一下窝 这样也增进他们的感情 有的比如说 那个打架 打得比较厉害的 目前还没有配上队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放一个窝进去 就像这一种 我们把这个窝给他放进去之后呢 公鸽子看到这个窝 也会很激动 就说他俩没有完全的配好呢 用这个窝也增进他们的两个的感情 要把这个拿走 扣得太紧 扣得太紧 我采用的是这种塑料窝 塑料窝呢 鸽子不会 比如说有的供鸽子特别的旺 它就会 捉那个草 把这个窝都拽到这边来 之前我都是用这种棍子嘛 给它顶住 所以说这个塑料窝就可以 把这个烦恼给省略掉了 看这个 刚放进去 刚放进去你看 母鸽子跑到窝里面去叫 就是有一点不好 如果它们不产弹的话 它会把粪便拉在窝里面 到时候要重新清理一下 这个也给它 这个是最早的 配对 最早配对的鸽子 哎呦 不好弄掉呢 给你一个 这两天也听着它们叫我吧 哎呀 哎呀弄一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给谁看一下 这个 亚军也是配对配的比较早的那个 现在这个漆架就在这里面 它们就用不上了 放在里面也碍事 有的鸽子 配对喜欢打 用个膝架呢 它就好像有一个避风港一样呢 来过来 好 你看母鸽子都忘 哎呀看到窝了 你看豆豆 豆豆那边也想要一个 我在去拿 我们给豆豆一个 豆豆他俩配对也快的 豆关键是豆豆太旺了 来下来吧豆 这个叫明年喽 给了 放这边吧 这边好一点 公鸽子过去 这样就是公鸽子引导母鸽子在那产蛋了 都配好对了 如果看到鸽窝里面比较干净的话 他们就很快就要产蛋 这个他俩还没有完全的配好 我鸽窝子想到窝里面去看到没有 这样马上两个就配好了 公鸽子好像有点看不上他一样的 你看这个 放个窝进去 也就很快的 这个 还俩在窝里了 红色大鼻子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谢谢